打开情感束缚直面真是自我 大家好我是温哲 欢迎收看本期的温哲谈情 虽然说时代发展的速度是飞快的 但是不得不说 到现在人了还没有掌握长生不老之素 即使是这样 长寿也是一个鸿骨不变的话题 其实长寿不仅与人的基因有着关系 还与人的日常生活习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实不论男女 60岁之后若想要长寿 三件事不宜多做 再喜欢也要尽量克制 那么这三件事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想知道的朋友们不妨听文哲说一说 第一生气 根据调查研究表明 人在生气的时候 心脏的血液流动速度会比平常的时候加快一倍 肝脏也会比平时的时候要大上一倍 肺泡也会不断的扩张 这样一来对人体的心肺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让我们发怒的事情 而在面对这些让我们发怒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克制自己的脾气 尽量不要生气 俗话说的好 气大伤身 所以生气会伤害到我们身体的说法 并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自己的工作当中 我们都应该学会放平自己的心态 避免情绪过于激动 第二 暴饮暴食 发胖是从暴饮暴食开始的 而发胖也就意味着身体不再健康 人的发胖一般是从肚子先开始 老话常说 肚子大一圈 寿命减一碎 所以肚子大的人 寿命会比平常人的要低 而且肚子大就说明 腹部的脂肪堆积太多 这样一来 肚子里的器官就会被脂肪大量的包裹 各个器官就会无法正常的运作 日后就算是体重达标 身体也还是会有可能出现一系列的疾病 所以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一定要合理饮食 不要暴饮暴食 防止身体过于肥胖 第三 熬夜 熬夜是最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 相信大家都知道 人体也是需要休息的 这样才可以在第二天正常的运作 通常情况下 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 是人体最佳的排毒时间 所以若是人在11点之后还不休息的话 身体内的毒素就无法及时的排出 这样一来 毒素就会在体内慢慢的累积 最终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切记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不要熬夜 为了身体以及寿命着想 以上三件事 大家还是少作为意 好了 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欢迎大家的留言与评论 咱们下来